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我们一生牢牢碌碌 我们到底可以抓得住什么呢? 今天我们解释思想诗篇39篇 这篇的主题是寻求神,顺服神 大卫的诗,首先一道二节 大卫提到他寂寞无声,是因着愁苦 第一节,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 面对我舌头犯罪 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 我漠然无声,好话也不出口 我的愁苦就发动了 因着心中的愁苦,说不出话来 漠然无声 八到九节,也是漠然不语 但原因改变了 第八节,出力救我托一切的过犯 不要使我受余万人的羞辱 因我所遭遇是出于你 我就漠然不语 今天我们看到,当大卫遇见神 他发现他所经历的是出于上帝 他就选择安静,寂寞,无声,无语 而接下来,三到六节 大卫强调的是生命的短暂 第三节,他默想的时候 火就烧起来 他看到自己生命何等的短暂 第四节,让我晓得我身之中 寿数几何,生命不长 五到六节提到了四个虚空 第五节提到了年日 如同手掌一生的年税 如同无有 而有四个大的虚空 第一个,个人最稳妥的时候 全然虚幻 人自以为的平安是虚空的 第六节,世人的行动实习幻影 来来往往努力打拼 结果是空 第三,他们忙乱真是枉然 人的忙乱哀叹 也是虚空 第四个,积蓄财宝 不知将累有谁收取 累积了这么多钱 身后也是虚空 看到自己的短暂 万事虚幻 十到十一节 就认识神的管教 人的虚幻 这边提到了 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 因你受的责打我便消灭 而他提到第十一节 世人的笑容消灭 如衣服被虫所住 这里提到了恶人的喜乐 在神刑罚的时候 都要灭绝 成为虚幻 就在人生这么短暂 这么多事情 这么虚幻当中 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 我们看到第七节 是一个关键 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 我的指望在乎你 呼求神 指望神 指望在于神 以至于八到九节 可以因着神 安静等候神 最后十二十三节 也提到呼求神 耶和华 求你听我的祷告 六星听我的呼求 我流泪 求你不要静默无声 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履寄居 像我列祖一样 求你宽容我 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前 可以力量复原 心一本是喜乐 即便提到了 求神 不要静默无声 而神 让我在短暂的一生中 得着喜乐 我们就发现 当大卫来到神面前 他应着 仇呼 身边的短暂 他安静 而他却呼求 舍解 神不要安静 神要对我们说话 当我们得着神的话 即便人生很短 很多是很有限 但我们却得着真实的指望 与喜乐 我们来祷告 耶稣打开我们的眼 看到人生很短 偶有在耶稣里 才有真正的永恒 喜乐与盼望 让我们指望在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